我小孩玩的恐龍坦卡車 蜘蛛俠毛公仔 這間唱片店賣懷舊唱片 還收藏很多懷舊公仔 懷舊唱片幾老的都有 我老爸那一代都有 意外驚喜 不用去鴨寮街 Hi 大家好 現在說香港經濟不好 那確實是差了 但是不是跟輿論說 說差得那麼緊要呢 大家看看旺角 還有我今天下來女人街 一間餐廳吃飯 大家看看 人流很多 總之我們北上吃東西 一定是便宜 服務也好 食物也好吃 有經濟 但也要支持一下香港 我們也要在香港消費一下 今天來到這裡 通賽街 又叫女人街 來到這個威達商業大廈 這裡樓上有很多食肆 如果有來過的朋友 就一定知道 我就選擇了一間 叫做女人街 食飯公司 大家來這裡 最緊要要訂位 如果不是 隨時等一兩個小時 如果有胃病的朋友 真的隨時暈倒在這裡 他這裡裝修風格 就模仿七八十年代 那些懷舊的店舖 做些鐵閘 總之這裡做些 那裡做些 那裡做些 這些就是年輕人 我們住的屋子的紫皮石 以前 現在這些戰鬥碗 都流行了很久 都沒什麼稀奇 戰鬥碗 這麼差勁 你現在怎麼炸雞 嘩 看起來很漂亮 黑松爐 難怪一股火水味 哪個醬 沙律醬 那個醬好吃 不是 我先吃了一個原味 再次喝沙律醬 很熱 它炸得不錯 剛剛好 油不是油膩 不油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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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再喝沙律醬 再喝沙律醬 這個醬不錯嗎 普通醬 應該不是 它打了一些東西 沙律醬 沙律醬 讓我舔一下 這樣舔一下它 哦 哦 我又覺得好像茶餐廳的沙律醬 直流就是茶餐廳那些 當然是混合食物 沒有那麼鹹 對 混了一些牛奶 好 座底有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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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蝦夠大 好 好 好 很髒 麻油 煮筋 很貴 28元一件 這個蝦多士 原來 田雞煲 這個 田雞煲 這是雞煲 田雞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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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大 是田雞 我們叫田雞 沒有叫雞煲嗎 沒有 那就是田雞了 嘩 我看到這麼大塊 大隻 夾出來看看 這些不是田雞 這是夾蠻 沒有那麼大塊 牛蛙 牛蛙 怎麼吃 這麼大塊 我知道 我們酒樓 那些酒樓 什麼上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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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個叫頂湯 就是頂天立的 就是那個三角頂立的 什麼叫頂湯 最好的 說真的 它做得挺焦香 它的味道很好 這個味道很好 那些 那些 我煲湯出來了 哇 真的很好吃 它都爆過了 這個醬醬有皮 它爆過了 這個醬醬 還有醬醬 我以前煮菜 田雞肉是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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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煮的 很不錯 選擇 非常好 選擇了 選擇了就給湯 哎呀 還要拍攝 吃了出去 很多芽菜 墊底 想著 鵝腸這麼小 只有那幾條 就這樣了 鵝腸 我們有一次不記得哪間吃 很棒 肥牛 那些新鮮鵝腸 那邊很棒 那邊很棒 那些 那些 縮起來 好像 炒起來 炒起來 芽菜炒起來很好吃 那些芽菜 是不是好吃 可以嗎 可以 不同一點 很爽 它可以 你看到的 不會說 喂 雖然好像 是大排桑式 蔥 我好看這些 不會說周圍油 你看 你看 對吧 OK 不會說炒得軟 這些 你看 這些是什麼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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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的 不會說炒得軟 爽的 真的鑊氣夠了 這就是鑊氣 那些蝦都大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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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差不多 很大粒 很大粒 很難 可以吃 自己吃煮 吃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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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 沙拉 沙拉蝦 沙拉蝦 沙 薩薩麵味,但不太好 一般都是這樣 薩薩麵味一般都是這樣 但我嫌它的漿粉不夠脆 這隻不夠脆的話,漿粉不夠 OK,可以叫做OK,但漿粉不夠脆 可以接受 漿粉脆一點就好了 我吃過這個漿粉很脆 鬆化的,那些是軟的 因為它厚一點 它不厚,但又軟 做得不好 脆漿本身做得不好 不是,漿粉不漂亮 對,做得不好 我聽過,但我真的沒猜過 咕嚕肉 沒有所謂 咕嚕肉,正常的 顏色都OK 現在咕嚕肉是怎樣 冰鎮 冰鎮咕嚕肉 脆很多 這隻就是普通咕嚕肉 麻煩了,不好意思 麻煩了 麻煩了 做兩隻乳鴿 美女,先加兩隻乳鴿 嘩,這樣可以吃 還叫這麼多有乳鴿 有筍殼 這碟是第二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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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唱,第二碟 複唱,第二碟 複唱 很漂亮 來,來,來 戰鬥館 來,戰鬥 來 來 這碟筍殼很小 多少錢? 238 238 現在筍殼已經兩塊多水 很漂亮 筍殼多數很漂亮 炸得很脆 看到都脆了 來 這裡有這樣的食物 謝謝 乳鴿看得很漂亮 看得很漂亮 看得很漂亮 這碟筍 我想打包 不用了 很久了 看了多久 你弄一下小 來,來 很大隻 嗯 為什麼呢? 這是大魚鴿來的 這麼大隻 我這次去有食神 你看看這些魚 好溫度 嘗嘗 嘗嘗 正 這些脆不波 又是外脆內軟 我剛才好吃 不過是這樣的 因為這些水鴿魚 龍華不可以了 是吃火炭的 你覺得魚鴿行不行嗎? 魚鴿 中中的都不行 火炭 是嗎? 現在你覺得魚鴿行不行嗎? 你吃下去 我吃過頭的 因為它的 肉不可以 因為肉是鬆一點 柴一點 它始終都是冰鮮給你 但是皮那些是OK的 但是我覺得 沙聯火炭幾好 進進 我覺得挺好 你可能內部去 現在幾好 我有一陣 以前去都不行 近期去 我覺得挺好 好了 我們進入 炸30 對 開頭去就可以了 其實 中規中矩 這些東西 我個人認為 咕嚕肉 一般 這個 一般 就是一般 乳鴿 乳鴿也是一般 是嗎? 是之前那些好 這個就OK 但是那些 脆漿不夠脆 應該是那些脆漿 我看過 是嗎? 總會說 在炸天火 簡單兩個字 合格一般 今天這頓飯 就吃了大概一千七百幾元 但是有一樣東西 我真是想這間公司 吃飯公司 真的要改善一下 我們打電話訂位的時候 是沒有說到的 我們來到才說 說我們第一輪吃飯 是只能夠吃一個小時 四十五分鐘 連兩個小時都沒有 那我們沒有辦法 來到 當然是照吃 但是我們叫了這麼多菜 吃乾時候還喝啤酒 好 好了 接著吃到時間了 我們都不記得了 他拿一張單 來擺在桌面 說你們時間了 準備結帳 這樣 我們說 行了行了 沒有理他 照喝照吃 好了 接著就已經來收拾 我說我們還沒吃完 還在喝啤酒 他說盡快 因為客人已經到門口等著 拍檔了 接著我說 為什麼打電話來訂 又沒有說呢 他又不回答我了 其實這裡真的很沒有印 所以我們都說了 以後不會再來了 還有這些食物 說真的 真的是一般 除了年輕人 貪過癮 叫幾個菜 吃完就走 情侶 如果你是一班朋友 一家大小來 打算聊聊天吃東西 我真的不贊成這裡 好了 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拜拜